读美国热点话题 借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独间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联邦最高法院10月31日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之后 似乎有已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兰纳大学 以种族背景为考量的招生项目非法 6名保守派大法官对此提出尖锐的质疑 比如克莱伦斯托马斯表示 自己不确定多样性译词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平权行动被推翻 这将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派 一年内第二次推翻一项维持了几十年的传统 关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保罗遇袭一案 10月31日司法部队嫌犯大卫德佩普提出刑事指控 起诉书详细描述称 德佩普闯入佩洛西住宅 原本的目的是劫持其作为人质 还表示或许会敲碎他的膝盖骨 想让他坐在轮椅上被推入国会 给其他国会议员一个教训 社交媒体平台推特10月31日在一份文件中称 马斯克被任命为该公司的唯一董事 他在完成440亿美元的收购案之前 解散了该公司的董事会 并计划为50多名特拉斯公司的亲信提供新职位 同时他还可能会重启推特此前收购的短视频应用 随着马斯克对推特进行一系列大动作 一些明星们纷纷宣布退出该社交平台 在石油公司公布了创纪录的利润之后 总统拜登10月31日指责这些公司获取战争暴力 并且敦促国会 表示如果这些石油公司不能降低消费者的成本 对该行业征收暴力税 拜登的这番言论是他至今为止对石油行业最尖锐的批评 不过他的呼吁可能是徒劳的 因为国会在下周选举前不会开会 他的想法也不太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在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之际 共和党人队仅仅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前 还被认为是无法胜选的候选人信心大涨 开始将堵住压倒他们身上 他们认为反民主党的政治风向 将超过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所称的 共和党内候选人素质的问题 前总统奥巴马10月30日在一次竞选集会上 向选民讲话 抨击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 试图削减社保的意愿 关于这一讲话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浏览量达到1400万 包括佩洛西在内的高层民主党人 转发了相关视频 hashtag protect my social security 的话题 最高登上推特趋势榜第四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